副总理王瑞杰表示 较早前国会通过的 防假信息法案 并非是试图用来压制 国内的不同意见 他进一步说明 把意见和事实这两者区别开来 是非常重要的 王瑞杰结束瑞士行程后 在苏黎市接受本地媒体访问时说 国会通过防止网络假信息 和网络操纵法案后 有民众担心 我国言论自由将受简制 他解释政府的用意不在于此 意见和事实不能混为谈 政府曾经表示 我国作为国际金融枢纽 对假新闻相当敏感 加上我国是一个多元种族 多元宗教的国家 上网也很普遍 一如一些西方社会 假信息会造成人们 对真实信息和政府 产生不信任感 导致民粹主义 和右翼民族主义抬头 为应对这种情况 王瑞杰说 确保全民共同分享增长成果 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王瑞杰也说 瑞士的成功例子 是我国一面很好的照进 维持中立之余 又同世界保持联系 只要我国能够继续中立 和专注基于法治的多边框架 新加坡将能够继续为国际事物 做出贡献 并且建立有利的全球关系网